加一 這個不太難喔 這個是莉蜜耶 這個是檸檬 還OK 好喜歡這個感覺 哪裡來的雞 老師 要怎麼長這樣 它是滷肉飯 雞肉飯耶 沒記憶結束就等了喔 你們看那個花窗 六人房 上面寫著它 這是我的 我又忘記影片了 明天見囉 大家好 我是滴滴 我現在人在高鐵上 然後我要去嘉義 因為我之前有發一個QA問大家說 就是我下一次讀大家想看哪邊 然後超多人說嘉義 我想說我沒有去過嘉義 然後我自己也蠻想去看看的 所以這次就決定去嘉義 OK 那如果你也想知道 我這次去嘉義會去哪一些地方的地區 所以我去看下去吧 我在高鐵站 所以我等一下是要搭VR騎到嘉義火車站 我剛剛從前面那個二號宿航那邊出來 然後到旁邊這邊 要搭VR騎 你看這鹹水 喔 這到台南喔 很香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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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鹽水在這裡 喔 我們在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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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搭VR騎是不用錢的 然後上車他會給你一張這個票 下車應該就是用這個票是吧 我剛剛搭到這邊是嘉義轉運站 然後我現在要走到火車站的前站 現在要搭電梯 哎呦 電梯出來地上有指示 剛剛在高鐵站那邊出來的時候啊 就會有很多 呃 計程車的司機來拉客 就是說 一次一百塊啊 然後看你要去哪邊 載你去這樣子 不過就是我沒有很趕時間啦 然後因為高鐵票 搭VRT也不用錢嘛 所以我就想說算了這樣子 不過真的有人搭 我覺得大家如果趕時間的話可以搭 像我沒有那麼趕時間就 就想說就算了 到前站了 然後現在的話就要去租機車 我今天住的是這一家 然後我是在KF上面訂的 一天的話是475 結果今天的車又是Limi耶 只是這一次是黑色的 到了我今天住的是這一家 初旅時光 把車 怎麼還沒開 管家有給我那個側門的密碼 然後我就先進來放行李了 開始 今天的星辰 第一家我要來吃這個 阿溪雞肉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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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雞肉飯 味噌湯 哈啰大家我已經吃飽了 我說實話我覺得 普通 我覺得沒有到超爆經驗這樣 就是吃起來覺得還好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口味不同啊 大家還是可以來吃吃看 然後它裡面的點餐方式我覺得蠻酷的 就是它是有分部門的你知道嗎 比如說有雞肉飯部 然後小菜部 如果你跟準備雞肉飯阿姨說你要小菜 她會說你等一下 等一下會有人來問你 反正就是一個蠻妙的點餐方式 然後呢我就是完全沒吃飽 剛剛有一個底夾跟我推薦一間豆花店 叫做平安豆花 然後我想說好吧 先來吃豆花好了 這是這一家 太多吃了 我點的是檸檬豆花 加芋豆的花生 吃完了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還OK 但是我不應該加花生的 因為它裡面檸檬已經有酸了 然後又加花生吃起來很怪 會不會夾 但是加綠豆還蠻搭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跟我一樣點檸檬豆花的話 可以加綠豆就好 下一站我要來嘉義舊監獄 GG 他12月23才對外開放 也太巧了吧 這個景點我超級無敵爆響來的耶 監獄耶 而且也是日治時期的舊監獄 不覺得很酷嗎 我一定要再來嘉義 我一定要再來這個監獄 不過還好它旁邊還有舊監獄的宿舍群可以逛 就在監獄舊監獄的旁邊而已 那我就帶大家來這個宿舍群這邊逛逛 我不太確定這邊是哪裡 然後他們裡面就是整個還在施工的感覺 你們看這邊好漂亮喔 好喜歡這個感覺 哇你們看這個房子 整個殘破不堪的感覺 哇哦 你們看那邊有一隻雞 哪裡來的雞 去哪裡 去哪裡 拍一些教材回去給學生看 喔真的 在教攝影嗎 對啊 哇好厲害喔 這個要表現一些 嗯 應用色塊的處理 呵呵呵 空間的分佈 呵呵呵 來來來來來來你自己來 你看你要怎麼拍 沒關係我就是這樣拉近看一下 呵呵呵 你說剛才有談到對了 當中一環就是有歷史的 歷史的感覺 攝影就是最基本的就是紀錄嘛 剛剛遇到一個可愛的伯伯 然後他好像是在教攝影的老師耶 反正我就是一直要 就跟他聊天 因為我覺得他很可愛 然後他還幫我拍了兩張照片 呵呵呵 我最喜歡的那種就是在旅行中 然後莫名其妙認識了別人的那種 感覺 我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逛完舊間運輸社群了 這邊就是以前 是一個卷村 然後目前好像只剩下一條有在住人 然後其他的話 就像大家看到的就是已經年久失修了這樣子 老實 你要走了 我要走了 對 好好好 再見 謝謝你喔 好 再見再見 拜拜 呵呵呵 是不是很可愛 好好笑喔 這樣我要來嘉義市立博物館 他剛看我背這個大包包啊 他說超過A4就要放置烏龜 然後用那個證件換鑰匙 鑰匙是長這樣 嘉義市立博物館是在93年啟用的 在107年壁館做館內的更新 今年2021年1月的時候重新開放 並定位以嘉義特色為主軸的城市博物館 1樓的話是特展廳 所以大家每個時期來的特展都不一樣 那現在的話是森林之家 是一個木造建築的特展 現在要上去2樓的長設展 有車耶 超可愛的 這個該不會又是摸了他 他會講解的東西吧 摸摸看 哇 好可愛喔 那我要摸這個 看起來好可愛 這邊還有一個冰淇淋 超可愛的 他們還給我揹那個什麼 不是炒麵嗎 好像滷肉飯 雞肉飯耶 接下來要進去的這個區域呢 是要介紹嘉義的在地文化 他們很用心耶 還有做這個菜單 老闆結花機結魯德 蘆筍怎麼吃 口粿 忍順 吃 snow あと好 吃雞肉飯 吃雞肉飯 吃雞了 吃雞肉飯 嘿一口休息 你們看這個是錢櫃啦 長這樣子 錢櫃 他中山還有菜耶 肉飯 很 它中山還有菜耶 我很喜歡這個裡面耶 你們看它連花窗都化出來了 還有味道的一個地方欸 我覺得 逛完了大家 我覺得超好逛 不過它還有一個三樓啦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沒有逛三樓了 如果大家之後有時間來 也可以把三樓就是一整棟 全部都給大家逛好逛滿 那現在時間是三點四十三 比我預期的逛的還要久 我原本想說我應該三點左右就走了 誰知道逛到一個快要四點 那現在的話我要先去青旅Check in 然後Check in完之後我想要去一間下午茶店 OK那我們現在就先出發吧 突然變冷欸 天哪 回來了 前面的鐵門打開了 直接帶大家來介紹我今天住的青旅 這邊是一樓 有很多的書 再來少去二樓 二樓上來中間這邊是放鞋子的地方 這邊的話有賣一些 就是牙刷 耳塞 毛巾之類的 你們看那個花窗 他們都有保留欸 好喜歡 然後二樓的中間這邊就是公共區域 這邊是飲用水 然後這邊是生水 餐具啊什麼都在電磁爐下面的櫃子 然後我的房間在三樓 先來介紹衛浴好了 衛浴是左右兩邊有兩套 這邊就是廁所 還蠻乾淨的 這邊的話就是淋浴的區塊 中間這邊就是三個洗手台 然後我的房間是在這一間光 住的這一間是女生的六人房 這邊的話就有三張那種很復古的椅子 這邊就有一個可以耍廢的榻榻米 然後這邊也有一張椅子 然後剛剛小管家跟我說 今天我只會有一個人 我又要一個人做背包客房了 Oh my god 怕怕 它外面還有一個陽彩 哇 看出來外面是長這樣子 OK 那現在的話我又要準備出門了 我要去一間下午茶店 然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我到了我要來這一家 秘密客咖啡館 我們還有一個地下室可以掛 下去看看 地下室的話就是另外一個位置的區域 這是我點的抹茶歐雷還有米拉米蘇 它是酒味比較重一點的那種 大溶味提拉米蘇 其實我蠻怕酒味很重的 但是我目前吃我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確定 我有沒有辦法吃完一整塊 哈囉大家 我出來了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 是 打不開 現在的時間是 6點22分 然後 我現在要去吃晚餐 然後呢 剛剛有個底家推薦我一間咖哩飯 叫做 好像叫大人味咖哩嗎 有點忘記 然後我上網查一下 這間咖哩飯 它是限量的 一天只有36份 所以如果你要吃的話 可能要看運氣 然後它開到8點 我在想現在去 還有沒有 反正我就先去去看 如果沒有的話 然後我再找別家吃這樣子 OK 趕快出發 OK 趕快出發 到了 這一家 大人味 還有嗎 還有嗎 可以 我有 我超幸運的 最後一份被我吃到了 這個是前菜 然後他有封一杯 麥茶 這是我的德國香腸咖哩飯 他的店就是這樣子 小小的 然後位置沒有很多 我是坐在這邊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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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雷包 我又忘記領錢了 剛剛要付錢的時候 錢不夠 然後他就叫我走 就是這一條路 光滑路這邊 他說 嗯 走光滑路 我覺得這條路 比較好 比較有趣 我說蛤 比較有趣 他就說對 老闆也是一個很妙的人 欸 我回來了 有嗎 比較有趣喔 有蠻有趣的 就是那個林聰明 才很多人 對 吃飽了大家 然後剛剛去付完錢之後 又跟老闆聊了好久 老闆人超級無敵nice 然後他就是 跟我說了很多 他覺得嘉義很棒的地方 他是高雄人 然後搬來嘉義 他說 他很喜歡嘉義 你就是可以從他的 談吐間感覺到說 他就是一個 很愛很愛很喜歡嘉義的人 然後他還推薦了我很多 嘉義人會吃的 在地美食啊 什麼的 人情味 真的是人情味 然後其實我剛在咪咪課的時候 也跟咪咪課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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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跟咪咪課的老闆聊了很久 他也有推薦我一些地方 嘉義人怎麼都怎麼的 也是就是很熱情欸 就是他會一直跟你說 就是我們會吃哪一間店啊 然後什麼東西好吃 怎樣怎樣 然後一直推薦你 希望你去吃 然後剛剛咪咪課的老闆是跟我說 可以去那個 有一個景點叫什麼 森林之歌嗎 他說那邊晚上還蠻漂亮的 我想說不然我現在去那邊看看好了 因為時間其實還蠻早的欸 我剛剛吃完咖哩才7點欸 然後他7點前他就賣完了 你看生意多好 大家如果想要來吃大人味 我也真的要早一點來 OK 那我們現在去森林之歌吧 我到森林之歌了 很漂亮欸這裡 森林之歌的旁邊是秀太欸 難怪我想說這邊怎麼那麼多人 很漂亮欸 很漂亮欸 它裡面是長這樣子 帶大家小小的繞一圈 我想要去旁邊的秀太逛逛 主要是想要去那個小米專賣店 看有沒有賣那個快充 因為我最近想要買一個快充 哈囉大家我已經回到青旅了 結果我剛剛買了一個小米的快充 好像三百 三百多塊把我有點忘記 那我等一下就要去洗澡休息了 今天有點小小累 現在就有點想睡覺的感覺 不過呢今天整間房間只有我一個人 我不太確定我睡不睡得好 因為我上一次在新竹那一次 大家還記得嗎 我也是一個人 第二天晚上我也是一個人 然後我就是睡得很不好 就是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點點怕啦 對 所以如果大家在定親旅有顧慮的話 就是你在定之前可以先打電話問說 那天那個房間也沒有別人這樣子 如果會怕的人可能就比較 會比較安心一點 OK啦那第一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一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追蹤我的IG 然後我現在有FB囉 大家如果有用FB的話 也可以來追蹤一下我的FB OK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掰掰 剛剛那邊好多人 My God 我們換一個地方 我們換一個地方 I don't always think about you but sometimes I do cause sometimes I do